接着摩托车的富人跟游览车并排停在路口 当游览车准备右转时 因内轮差关系 离停扣一旁的摩托车越来越近 差点将富人卷进车底 幸好车速不快 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不过类似意外层出不穷 经证署统计 2019年台东县交通事故伤亡件数有60件 其中老人伤亡26件 老人交通事故比例高达43.3% 居全国第三 其中四轮电动车比例平高 四轮电动车 其实说在我们法规里面 它应该是要比照行人 但是很多老人家骑着四轮电动车 他都把它当成自己是一台汽车一样 或者是一台机车 就直接在路口处左转 或者是没有走在行人斑马线上面 台东经理站分析长者事故原因 大多是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或违反耗职管制 或未注意其他人车等 其中英法族人口比例最高的东海岸 老人事故发生率也最多 为了降低长者意外发生 十号上午台东县府结合 简里站下乡 针对大行车内轮差 跟视野视角进行脚案宣导 今天上去才知道 说那个视角是这么多 还有就是要慢慢的开 我有一只 所以很怕 长辈轮轮坐上大货车 实际体验行车危险范围 现场还有赵福员 用足语跟中文双语讲解 指出距离大行车三到四公尺 是大车驾驶的视线死角 最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 无论行人或骑士 都尽量避免停在大车旁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会发现有些骑机车的 骑脚踏车的民众 竟然会躲在大行车旁边 去躲阴影 因为天气热 那其实在这些地方 都是大行车驾驶 他看不到的地方 其实相当危险 交通部一百零六年修法 七十五岁以上长者 每三年要重考驾照一次 随着年纪增长 人们的反应及身体机能 逐年下降 呼吁高龄驾驶者 务必注意身体状况 若有不适 别轻易上路 避免意外发生 尤其新闻 节目是台中 谢谢采访报道